对于最近两个月国立房地产市场全面的一个降温 那么之前马云所预言的白菜价的房子 那真的要来了吗 10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房产销售投资价格的一个变化之后 网上掀起了一片中国楼市全面遇冷的说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争议出现呢 主要是有几个信号集中出现了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投资收紧 房企转行热到来 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的销售创下了历史新低 房价下降的城市范围扩大 第三点就是说全国的人口降低 有专家预测人口负增长会提前到来 购房需求自然很难被推涨 那么楼市全面遇冷的一个预料出现 不少人就想起来 2017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曾经预测 未来的房子会沦为白菜价 按照他的预测大约时间是在2025年前后 现在楼市降温持续 难道这一说法真的能实现 并且提前出现吗 答案有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因为这个现象的出现会受到很大的阻力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房价如白菜价 房地产行业将崩盘 房价降到谷底 房企没有任何收益 成本和负债将压垮他们 让他们面临破产倒闭 房地产是密集性的行业 是国家支柱性的行业 房企无钱可赚 亏损惨重 上下游的企业都将没有经济来源 房地产行业就将没有支撑力 第二点就是说 金融机构也将会亏损严重 房地产贷款包含着房地产企业的贷款 和个人住房贷款 一旦房企倒了 大量的烂尾房出现 购房者也将不会再继续还贷 银行将产生大量甚至上万亿的坏账损失 国务银行有央行兜底 短时间内或许能支撑 但一些私有银行 没有国家出资 将会成为资不抵带而崩溃 存款的人将会失去全部的学患钱 第三点就是说 大批的人失业无法生活 房地产行业覆盖范围非常的大 除了本身的房地产市场 还连接了实体企业 新兴的技术企业 作为头部企业的房企如果说倒下了 大量的企业会跟着破产 负责人负债累累 还会让很多人直接失业 这么多的失业者 其他的行业根本无法承受 很多人可能会因此失去收入来源 无法生活 由于银行也水质惨重 可能银行里面的钱还求出来 原先等着买房的刚需 可能连肚子都未无保 更别说买房了 第四一点就是说 它也会导致城市经济的恶性循环 或者说濒临瘫痪 城市经济能够运行 靠的就是各个行业的尾部发展 一旦有一个行业受损 肯定会牵连多个行业 大量的企业运转 尤其是房地产 这么庞大的一个行业 城市经济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崩盘 而出现瘫痪 这是所有的行业和打工人都不能承受的 虽然说 现在楼市出现这个问题遇冷 但是呢 已经有政策和这个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缓解 比如说很多城市 它就出台了限跌令 央行呢 也增加了房地产贷款的一个输血等等 这一波努力之下 那么今年年底楼市回温还是有希望的 等待超低买房的朋友 可能会错过现在楼市降温 低价买房的一个时机 要知道在房住不吵的大背景下 国家控制调控房地产市场 并不是为了去降房价 而是为了稳房价 房价呢 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涨了 但是呢 你希望它大跌 也不太现实 让大家对于楼市房价的一个下跌 是怎么看待的 你认为楼市真的崩盘 真的大跌了 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们留言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